101号裁判被批评上了热搜 姚明或将追加惩罚 郭艾伦备葬大赛 杨明找到了三大方案 胡金秋受伤之后 顺明辉又接连受到三病的困扰 看来CBA的决赛争夺 选念越来越小了 那么提到接下来的关键比评 我们共同跟大家展开讨论一下三大看点 第一大看点 如今的仇州队击败了深圳队打进决赛 但是101号裁判王旺松 他却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并且频繁登上了热搜 姚明或将要追加一定的惩罚 毕竟针对如今CBA的比赛 更多的情况之下 包括了上一场 也就是陈帅鹏1.9秒的决赛登上了热搜 这才是正常的情况 但没有想到达到了最后的第五场 登上热搜的并不是某一位决赛的关键球员 反而是裁判 说白了101号裁判 他在关键时刻第四节28秒连续吹了深圳队四个犯规 真的是让人热议不断 而且随着比赛打完之后 更是不少人纷纷去提出批评 101号裁判为什么会登上热搜呢 那么在判法的过程当中 是否存在错判漏判的举动 这确实引发不少人的思考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球迷专家朋友们纷纷提出热议呢 看来姚明必须要严格的去查一查这个事情 并且针对CBA比赛 如果存在错胖漏胖的行为跟举动 必须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 给出一定的惩罚措施 这样才能维护CBA比赛 我们才能进行公平公正的打下去 维护良好的氛围 这才能培养出更加多优秀 有价值的人才 所以作为对比之下 深圳队哪怕说出局了 在拼搏精神各方面的态度 却反而受到了夸张 另外仇州队的这边 虽然说大部分的阻力都打得非常的猛烈 但是整个比拼的过程当中 包括了吴谦 陈帅鹏 陆文博等优秀的阻力 在比赛过后 大多数的人评价 更多是偏向于受到负面影响的 并没有说大力给出夸张 所以这必须得引起重视才行 尤其是裁判组的缺乏 第二个关键点 那就是郭爱伦开心的备葬决赛 而杨明祖教练找到了三大突破口 因为提到广萨战队跟辽宁队的G5 最后一场 双方的实力差距 以及人员受伤阵容的调整 都非常不一样 毕竟如今浙江广萨战队的第一中锋 也就是胡金秋他确实受伤了 另外呢 孙明慧等人也受到三兵的困扰 看来接下来的杨明祖教练 要击败广萨战队的话 如今的信心跟底气都是比较大的 更何况如今的郭爱伦据了解 他已经出现到了训练的球馆 并且展开着投篮训练 而且呢 郭爱伦他的表情非常的开心 因为呢 在郭爱伦看来 辽宁队成功打进决赛 基本是十拿九文的事情 而且 当大家了解到郭爱伦他在训练准备哪一场大赛的时候 据了解 郭爱伦他是非常笑嘻嘻的 给出了回应 准备决赛冠军的争夺 看来 郭爱伦呢 他过去因为大腿拉伤的影响了 没有办法登上广萨面对者 广萨 辽宁的这个大赛 但是 郭爱伦呢 其实在他的心目当中 当然依靠着福格赵纪伟 还有张振领 韩德军 李小旭等优秀的主力 就足以呢 击败广萨战队打进下一场 而且现在的广萨战队 更是面临着 伤病满营的状态情况之下 更何况啊 这一种强度的对比 很有可能呢 是辽宁队的胜算更大 据了解 杨明主再来呢 也给出了一些合理的挑战方案 要去打进决赛 一方面呢 辽宁队呢 会针对着 篮板球下很大的功夫 包括了 李小旭韩德军外加上了 莫兰德三大内线的球员 更是成为了 辽宁队内线 篮板球的保护重要球员 毕竟 针对接下来的关键大赛 三大主力往内线一战 基本上呢 篮板球可以很好的把控下来 更何况 广萨战队最核心的篮板球 是给到胡金球 但是 没有胡金球上场的话 对于整个 浙江广萨战队 无疑呢 内线方面少了一块很大的空穴 第二个点呢 那就是利用福格跟赵纪伟 两人的搭档 帮助整个辽宁队 在后卫线打出关键的优势 这也是辽宁队 在上一场 关键的战术安排 最后的第三个点 那就是在心态上提升 整个团队的信心跟敌气 争取呢 成功打赢下一场 挺进决赛 看来 如今的辽宁队 扬明主帅也好 以及郭爱伦等主力 更是信心十足 看来接下来打进决赛 争夺冠军的这个机会 要逐步拉大了 最后的第三大看点 那就是浙江广萨战队 受到伤病的影响 而且王博教练 更是被不少专家球迷 喊话要面临着下课 其实提到如今的浙江广萨战队 整体的阵容啊 真的是很不走运 而且呢 是受到了状态伤病的影响 这也是本个赛季 浙江广萨战队 最难打的四强比赛了 因为广萨呢 面对着广东 原本在八强的对碰当中 广萨战队是全员都非常健康 状态非常饱满的状态 所以广萨呢 才能够成功击败广东 打进下语轮 但是如今的广萨战队 受到胡金秋 腿部伤病的影响 据了解呢 孙明辉更是受到了中暑的影响 更是呢 连夜打点滴 那真的是 受到很大的困扰 其中据了解 胡金秋的伤病报告也出了 那就是他的右侧颈骨呢 是挫伤了 还好呢 没有伤到他的关键大腿的部位 希望呢 接下来的胡金秋 不要再受伤病的影响 能够早日康复 毕竟除了CBA的广萨战队 需要他 囊狼国家队啊 也很需要他去争战 世界杯的大赛 但是对于胡金秋来说 他要出战最后的第五场 面对着辽宁队的关键对碰 那么胡金秋 基本没有任何希望了 毕竟他在离开赛场的时候 已经是大腿 扶着冰块 直接离开了 现在来看胡金秋啊 我们也希望他 得到更好的身体康复 再做进一步的打算 接着 孙明辉呢 原本是整个广萨战队 最核心的后卫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顶梁柱 他也是想要成为啊 关键时刻的英雄人物 但没有想到孙明辉 他也受到中暑的影响 而且呢 是连夜打了点滴 现在的孙明辉 我们也期待他的伤病得到康复 但是 随着胡金秋 孙明辉都受到伤病的影响 也是整个团队当中 最核心的两大人物 那么辽宁队啊 要成功拿下广萨战队 基本上呢 是迎来了倒计时 周围对碰之下呢 一旦是辽宁队跟丑州打进决赛 大家更支持谁能够走贯呢 那么对于关键的对碰 我们也希望优秀的球员 不要再受伤了 希望能够早日的康复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 提提你的想法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